一开始是比较开心的啦 然后后面就比较 还是稍微有点担心的 因为后面要自己 还是要做好防护吧 就是去哪里口罩是不能栽了 对 因为大家 大家都放开了 所以自己还是要注意一下 是说变就变 因为像周六的话 商场开第二天开 是周五晚上就才通知的 第二天开 就是很奇怪 就是突然也能放开 就是在意外当中这件事 对我来说 因为觉得就是病例越来越多 结果商场居然又能 可以让你开放 但是常识还没有开放 可能我估计也会很快吧 我觉得逐步开放是对的 因为现在我们都认识到了 这个奥密克戎 它的传染力是很大 但是它的致病性是很小的 所以呢 这样来讲呢 我们及时调整这个防控的政策 是非常正确的 对我来说 感觉触动还挺小的 毕竟我们上班还是要72小时核酸 至少我在这个吃饭 还是要需要48小时核酸 对我来说感觉并没有放开特别多嘛 主要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然后但是至少它也是算是放开的一小步 也算是整体的一个进步 接奶头排到奶头 我们走路走了78分钟吧 才走到后边排上 然后骑自行车都骑了两分钟 就你一眼就看不到头的那种感觉 人上也还 怎么样 thirsty 为什么 真的 怎么样 公司 无恙 感谢观看